司马光 霍刚就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司马光 阿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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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折领处 子布学 阿光 阿光 哎呀 这么大人做什么嘛 我的耳朵都快被你震聋了啦 谁 谁叫你不理我们啊 唧唧咕噜的 一直念 一直念的 哎呀 小胖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当然有事啦 大熊 你跟他说 阿光 我们想找你一块去玩捉迷藏哎 阿宝家的后花园 好大好好玩哦 是啊 阿光 阿宝还在等我们呢 不 我不要去 我留在家里念书 哎呀 你真是扫兴了 捉迷藏 要人多才好玩啊 你不去 那多没意思啊 就是嘛 阿光去啦 去啦 哎呀 不去了 不去了 人之处 阿光拜托 拜托你去吧 阿光拜托 去吧 小胖 大雄 阿光 你们怎么还不去呢 害我等了好久哦 哦 对不起啊 阿宝 让你久等了 都让阿光啦 你看他 贵专 席茂木 折林处 嗯 我有办法 看我的 豆渊山 有一方 叫五子 明俊阳 阿宝一边说着 一边瞧瞧地 绕到司马光的背后 趁司马光 不注意的时候 把书给抢了过去 哎呀 我的书还我啦 阿宝 还我啦 阿宝 阿宝还给我啦 大雄 书还给我啦 书给你 接着 好 嘿 嘿嘿 阿光 书在我这儿 过来拿 过来拿 还给我嘛 好啊 你去找小胖拿 小胖 来书给你啊 嘿 哎呀 好好好 阿光 你都陪我们一起去捉迷藏嘛 不是嘛 玩一下子回来看 就是嘛 陪我们玩一会儿嘛 我们就把书还给你 好不好好嘛 阿光 哎呀 好吧 来我们来 鼠枝 鼠枝 被鼠道人 就当欢来捉我们 好 来鼠枝啊 好来鼠枝 小朋友 你们知道 什么是鼠枝吗 鼠枝 是从前 孩子玩的一种游戏 和我们现在的猜拳 是一样的 被鼠道的人 就是猜拳猜输的人 鼠枝 鼠枝 最多五枝 我来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哇 阿光是你 是你啊 要当捉官 来捉我们呢 好啊 你们赶快去躲起来 我数到一百下 就要出来找你们了 好 我过去躲 二 三 四 快 快去找地方躲起来 快快去 我有个好地方可以躲了 我已经找了一个好地方了 不讲 你又下去躲了不见人 只剩下闻了 该怎么办呢 你又躲到哪里去呢 对了 躲到鸡窝去 对不起啊 老母鸡 先我躲一下嘛 老母鸡 你别叫 别急嘛 我们不是来拿你的鸡蛋 哎 你别捉我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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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好 我走开就是 你别捉我嘛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要走到 八十一 要数到一百了 我得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才行啊 要躲躲躲 哎 哎 可以爬到树上去吗 嗯 只要踩着这块石头 踏到大水缸的边边 两手就可以勾到树枝爬到树上 对 走到浓浓密密的树丛里 谁也说不到我 嘿嘿 九七 九八 九九 一百 嗯 哎呦 他们今天怎么动作那么快啊 哎 连慢吞吞的小胖都躲得不见绝影了 哎 那边的花怎么摇那么厉害啊 现在又没有风 奇怪 哎 阿宝 我看到你了 你躲在花丛里 出来吧 呃 哼 哼 要不是我一直想打喷嚏 你才找不到我呢 大熊 我找到你了 你躲在甲山后面 嗯 奥光 你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谁叫你两只脚没有藏好 还在那边摇啊摇的 我一下就看到 嗯 嗯 现在只剩下小胖没有找到了 哎 奇怪了 以前都是小胖先被找到的啊 这一次 哎 救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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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小胖的小胖 好像在大水高那边啊 哎呀 是小胖啊 你们快去看人 快去看快去看 哎 救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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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 哎呀 小胖掉了大水高一去啊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哎呀 不赶快把他救上来 会得淹死了啊 这该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救他啊 而且 都要那么胖 谁拉得动啊 救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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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救救我 快来救救我啊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怎么办 怎么办 阿光 你说怎么办啊 阿平 你说怎么办 我在想办法 哎呀 救命啊 救命啊 有了 阿光 你搬那块大石头 做什么啊 哎呀 你们两个躲开 我来救小胖 好 聪明的司马光 不慌不忙地 搬起一块大石头 往水缸砸了过去 水缸发出一阵 巨大的破裂声 里面的水 哗啦啦的 连途小胖 一半流出来了 小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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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紧吧 小胖 你不要紧吧 你不要紧吧 小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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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光 谢谢你救了我 阿光 你好棒哦 是啊 阿光真聪明 怎么会想到 用石头砸破水缸呢 哎呀 水缸那么大 如果不赶快打破 让水流出来 小胖 就会淹死在里面 所以 只好打破水缸了 哇 阿光 真是了不起 好了啦 你们别夸奖我了 我们还是先送小胖 回家换衣服 免得着凉了 对对对 我们又再玩了 回家吧 小胖 我们送你回去 谢谢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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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当时 要不是聪明的司马光 及时救出小胖 小胖可就要白白淹死了 小朋友 这故事告诉我们 和同伴在一起游戏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万一发生了危险 也不要太慌乱 一定要赶紧动脑筋 想办法把危险应付过去 像司马光 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过来 过来